最近20年,如果说有什么报复的捷径 那拆迁一定是其中之一 动辄千万的赔偿款,挑动着每个人的神经 你幻想过假如被拆迁,换来的钱该怎么花吗? 可惜这种机会多半是没有花 大家好,这里是右键的Otman 今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你的老破小拆不了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拆迁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象你有一套50平的老破小正要拆迁 首先会接触你的是政府的拆迁部门 他们拿着合同登门拜访,告诉你每瓶补偿五万 你想起爸妈买房时一瓶补过两千 顿时感到天降横财,欣然接受 从此你失去了这个房子的使用权 但得到了250万 和你类似这个小区的400个住户纷纷签了合同 算下来,政府花了10亿收回了你们小区 你可能会问,政府为什么要花钱收地 一部分答案是,像你一样 他们想从地上挣钱 当土地被回收后,政府会调整用地规划 原本只能住下400人的老小区 被规划成容纳800人的大平层 假如平层的均价也是5万 那10亿买的地就能以20亿卖给开发商 现在才真正开始盖房子 考虑到已经花了20亿 开发商决定把小区盖高级一点 好多卖点钱 一年之后,房子终于盖好 房价也涨到了5万5 于是开发商绞尽脑汁 找到了800个愿意买房的新市民 按5万5的价格把房子全部出售 至此,你能看到 原本你父母2000亿平的老破小 变成了5万5一平的大平层 这个流程能顺利运行 得益于房价逐渐上涨 以及土地上的住房面积逐渐增多 我们可以用拆建笔 也就是新建筑房面积 和原有住房面积的比值 来衡量建筑面积增长的程度 拆建笔越高 新建的房子就越多 赚钱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随着单价和住房面积的增长 你的房子被一步步转移给新的购房者 而他们的购房款 成为链条上所有角色利润的来源 而这只是你的小区 隔壁老王亲戚老张 也会等到拆迁的那一天 于是以每个小区为单位 原住民、政府和开发商 共同参与了拆迁的过程 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这样的循环会出问题吗? 当然 想象一套老破小被拆迁 第一次拆迁 所有老破小变成了小高层 第二次拆迁 所有小高层变成了高层 只要再来一次 高层就会变成超高层 很容易看到有三个因素影响拆迁 第一是房子 每次拆迁之后 房子都会长得更高更密 因为没有更多的房子 就没有更多的利润 在过去 这样的增长 曾经是改善居民生活的必须 在2000年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 仅为20平米 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 在寸土寸金的北上广 10平米内40同堂 甚至普世传说 而时至今日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翻番 房子已经不是问题 问题是房子太多了 一方面 高密度的住房 导致区域内人口的快速增长 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拓宽道路 增设地铁的难度往往更大 因此 基础设施反向决定了一个地区 能够建设的上限 从而限制了拆迁 另一方面 截至2021年 我国存量住宅面积超过600亿平米 这个数字意味着 按照人均35平米的国家标准 已经修好的房子足够所有居民居住 如果房子已经够住了 那拆迁还有必要吗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人口 回到刚刚的情景 不难看到 所有收益的源头是买房者的购房款 或者说是人员不断涌入城市的新市民 这样的增长在过去十分明显 自2000年以来 我国保持着1.5%的城镇化增速 平均每年有2000万人涌入各大城市 一线城市的人口更是成倍增长 然而 这个趋势也正在改变 截至2022年 我国城镇化率已经逼近65% 根据国际经验 未来城市人口增长会持续放缓 当接盘的人没有那么多时 击鼓传花的游戏自然就会暴露风险 无法维持 最后是补偿款的心理预期 回到最初的问题 为什么你家的老破小不拆了 因为城里已经有太多房子了 也因为进城的人没有那么多了 总之人们的居住需求开始减弱了 但另一方面 老破小的拥有者对拆迁的预期并没有减弱 随着房价上涨 居民对补偿款的预期水涨船高 同时 随着法治的逐步健全 居民早已不是拆迁中的弱势群体 而是能够左右拆迁的关键人物 例如在广州 2010年的拆迁费用中 30%被用于拆迁补偿 而2021年这个比例高达60% 相应的代价是一片普通的住宅区 需要被以更高强度开发 才能收回成本 总之 拆迁的动力越来越小 但拆迁需要的补偿越来越多 两者叠加 多数老破小已经失去了拆迁的可能 而上面这些都还只是现实中的冰山一角 真实的拆迁与土地政策 金融体系 市场预期 经济发展都密不可分 各位股东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问题和想法 或者加入我们的股东群讨论 但回过头来 不被拆迁也许不是坏事 当房子不再成为致富的工具 居住需求才会逐渐回归首位 毕竟 一套房子并不只是一堆混凝土 楼下的早餐店 熟悉的林荫路 各种附着在空间上的感受 也都是拆迁中看不见的代价 总之 祝你即使不被拆迁 也能享受老破小生活中的每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